欢迎您锁定中视新闻 全球报道 来关心北投有一名新手父亲出门上班 对面的工地17楼 铁栅栏疑似被强风吹落 直接重砸在地面 他痛批施工单位不闻不问 万一再往前散步 他恐怕会被砸中 那么后果不堪设想 民众骑车出门上班 经过一座工地旁就在下一秒 一片巨大的铁栅栏 伴随强风从听而降 掉落在马路镇中央 其实紧急刹车跟死神擦身而过 铁栅栏就掉在距离自己三步的位置 出门上班的新手爸爸被吓到腿都软了 事发台北北投中央南路一处工地 19号早上8点多 位于17楼的铁栅栏突然掉落 插电砸到人 吴先生发文怒批 太离谱 自己的小孩才刚出生 差点让老婆变单亲妈妈 这个阵风造成的一个状态 然后导致这个操作人员甩到那个栏杆 导致对落的情形 建管处立即道场勘查 第一时间勒令停工限期改善 并以建筑法开罚1.8万元 究竟是天灾还是人为疏失 还要再厘清 但强风发威 新竹这两位车主可就没这么幸运 市区刮起大风 关系沟中一棵将近三层楼高的树 连根断裂后翻越围墙倒塌 路边两辆轿车车顶整个凹线变形 后挡风玻璃更是被大树穿过 车主看了好无奈 消防表示后续会尽其赔偿责任 气象局也提醒 未来天气受东北风影响 各地阵风强 出门在外还是要多注意 记者和孟千林 陈安范雅乔综合报道 最近消息 新北市树林区在下午的放学时间 发生了娃娃车的车祸 有幼儿园的娃娃车 行经中正路光五街口 疑似是转弯遭撞失控 冲向了人行道 撞上店面之后才停下 画面当中娃娃车要左转 是和对象的执行车发生擦撞 娃娃车失控 先撞上了分隔岛之后 又冲上了人行道 当时车上有七名孩童 有一名老师和一名司机 目前只有一名小男童的背部疼痛送医 不过详细事故原因 还有待厘清 高雄三民区有一间吊虾场 有黑衣男子酒后摔杯子大闹 被赶出去之后 继续在门口大吼大叫 警方赶到现场安抚 劝阻都没用 他还对警察爆出口 立刻遭到大外鸽压制 凌晨三点多吊虾场外 聚集将近十人 气氛紧张 尤其证明黑衣男对这里面匹配girl 身边朋友拉都拉不住 你现在是在干什么 黑衣男依旧情绪很满 还想冲进去吊虾场 快打几例到场 不管怎么安抚劝阻都没用 黑衣男最后竟然 你别跟我用啦 你别跟我用啦 你别跟我用 动手推还爆粗口 立刻遭到三名远警抓住手 一记大外鸽 黑衣男被压制在地上 嚣张气焰全没了 不断求饶 冲突地点在高雄市三名区 一间吊虾场 两男一女前往消费 酒后爆发口角 黑衣男开始摔店家东西泄愤 被赶出去继续大吵大闹 警方到场也不甩 并入骂当场执行快打情路 男性之远警 大闹吊虾场 黑衣男酒醒后 知道闯祸了跟远警不断道歉 但最后还是被依照妨害公务 毁损社会秩序维护法 以送法办 台中有一家三口开车 从云林回家 途中被后方的货车追撞 小轿车失控冲撞了外侧的护栏 又反弹回到中线车道 撞击力道之大 连车上的比特犬都跳车逃跑 前方货车追撞白色小轿车掀起一大片烟尘 这时销叫车失控 冲到外侧撞上护栏 最后反弹回中线车道 一撞再撞 后方挡风玻璃破了大洞 没想到车上的比特犬 竟然抛下主人 跳窗跑了 驾驶眼睁睁看着比特犬 沿着路肩一路逆向狂奔乱窜 但他根本顾不得爱犬赶紧下车 因为一家三口受了伤 将后座的妻子及11个月大的宝宝 抱下车 车祸意外就发生在这个月15号中午 小轿车遭后车追撞 爱犬跳车落跑 过了9个钟头 距离车祸地点19公里远 彰化园林路段 狗狗找到了 警方调查后方造势小货车 疑似疲劳驾驶追撞前车 害得一家三口都受伤 国道惊魂先被追撞又失控反弹 幸好及时下车没被二度追撞 惊险这一幕令人胆战心惊 新北市新庄这一间律师事务所 周一的上午被两名黑衣男子 持砖头棍棒要来砸破玻璃门 但是却是怎么砸都砸不破 之后开车逃逸 受害的律师怀疑可能是先前替一人 抢墙的父亲被骗案件辩护 对方心声不满才找人来破坏 黑衣男子怒气冲冲拿起砖头走到店门口 朝着玻璃门狠狠砸下去 碰得一大声自动玻璃门向右打开 但完全没任何损伤 男子似乎有点傻在原地 玩要把砖头捡起来但还不善罢甘休 另一名黑衣人拿出棍棒地上继续砸 但门依旧纹丝不动 这是他们才愤而离开现场 大白天公然砸垫破坏 让附近居民都吓了好大一跳 释放新北新庄遭破坏的事件律师事务所 昨一早上十点多 两名黑衣人持砖头棍棒前来砸垫 诚凶过程短短不到两分钟 随即驾车逃逸 当时律师推测是喊这件案情有关 这两个人应该是 协助那个艺人抢墙爸爸 买屋 夹买屋增打财 案件的那个组谋成活摔的小弟 受害律师一百零七年 曾替艺人强强父亲辩护 甲买屋挣扎裁疑案 怀疑陈姓主席 让小弟砸事务所警告 将会提告毁损及恐吓 据了解两名黑衣人早在月初 就夹借用法律咨询名义 前来事务所勘察地形 会到今天再继续这样 陈先生他到现在 还在从事其他的大片 新手家就很 诽谤直砖砸律师事务所 虽然玻璃门毫发无伤 但已经闹上社会版面 警方目前掌握范贤身份 将持续追查道案说明 记者令纯安 范雅乔新北报道 高端疫苗不被世界各国承认 打了高端之后 想出国门是难如登天 指揮中心宣布了补打方案 让高端组可以补打 其他厂牌的疫苗 不过当中有间隔的时间 但蓝营就炮轰了 要多花十亿的公帑 来帮高端补破网 打高端不被世界各国承认 出国寸不难行 指揮中心开放补打方案 百万高端组若是需要出国 得出示电子机票或就业工作证明 最多能补打三剂疫苗 第一剂到第二剂得间隔二十八天 但二三剂之间得间隔至少三个月 打过高端的 我们第一剂那时候看起来是一百万 三剂都打高端的 是大概三十几万 换言之有人恐怕得打到六到七剂疫苗 政府要花多少钱帮高端补破网 百万人平均 一个人两百块的花 那就是两亿如果一千块 那就是四亿 最近要补打 后你辛苦变做实验室 怕怕要落这些 那你是要怎么去 我跟你说 那实际上就是说 你们造这么大的孽 能够放过你们吗 篮局揭露高端二零九年营收一百一十二万 去年却狂冲变三十二点八亿 暴增三千两百倍 百分之九十九收入都来自政府疫苗采购 高端也证实唯一买家就是指挥中心 销售金额三十六点二亿 平均一记七百五十四元 当初总统说高端要卖到全世界 还鼓励民众打是什么道理 除了参文政府 全世界用行动告诉你 高端没有保护力 百万高端战事如今情何以堪 介绍黄义俊离选台北报道 本土确认 今天是四点四万例疫情略为下降 主要中心分析 如果趋势不变 那么逐渐将要脱离高原期 台大公卫团队评估 只要国内的次世代疫苗涵盖率 能够达到百分之八十 每日的死亡率 就可以从百万分之二点三 下降到百万分之零点八七 降幅达到三分之二 本土疫情持续下降 十九号新增四万四千六百零疫力确诊 较上周同期下降百分之十四点八 应该这一周的病例数 也是会比上周再更下降 而且看起来幅度会大一点 那如果这个趋势不变的话 就是渐渐在脱离这个高原期 但是医师苏伊丰却发现 最近感染者的肺炎比较严重 肺纤维化的比例 比前一波增高两到三倍 BA.5似乎比BA.1还要毒 台大公卫学者陈秀希也分析 目前大多人打的第三剂 已经超过五到六个月 对于中重症的保护力 只剩下百分之三十 是近期BA.5死亡数的增加原因 疫苗本身虽然不能够预防感染 可是这个疫苗 还是可以加强它的免疫功能 阻挡它即使被感染 也不会变成这样子死亡 台大公卫团队评估 只要国内的次世代疫苗 涵盖率达百分之八十 每日的死亡率将从百万分之二点三 降到百万分之零点八七 降幅达三分之二 指挥中心透露 BA.5次世代疫苗的采购 新变异柱XBB可能成为亚洲主流病毒株 目前占香港境外移住个案的一成 日本印度泰国也都有个案 新加坡甚至将近百分之五十四的民众 都被感染 但是住院率比前一波疫情减少三成 专家提醒病毒不断变异 民众还是该尽速接种次世代疫苗 提升保护力才能降低重症几率 陈时中到底是否享有特权呢 来因爆料说他去看灾时 旁边竟然有警察局的分局长 贴心帮忙撑散甚至是全程盯场 而林佳龙也被抓包 他的黑头车违规占用了富佑停车阁 陈时中雨天堪灾 但曝光一张照片滂沱大雨中 陈时中懒得撑散 因为旁边有分局长全程盯场 还贴心帮忙撑散 林公堂的警察分局长不当公仆 难道当起陈时中的贴身秘书 看那个眼神实在是巴结的要命 服务的是我们内湖的选民 照顾内湖的治安 还是你是在服务大官 陈时中现在就是个台北市民 你内湖分局长会去帮其他的台北市民撑散的话 我们就给你拍拍手 但如果没有 你就是为特权服务 陈时中违规连闯红灯 远景会规手就让他离开 警方还说自己的密录器没开 警车的行车记录器容量不足被洗掉 忘傻眼这种几率简直比贝雷批到还要低 忘了狂轰抓民众围停你机器不坏 碰到陈时中违法 证据全消失机器全坏 这种记忆卡不足被卡不掉来解释 这根本是骗人 就是欲盖弥彰 林家龙的黑头坐车也被爆出围停附幼停车阁 蓝军狂酸亏你还当过交通部长 是不是民进党大官当久了特权惯了 还没当上市长就是法律为无误 你就是永远方便自己 这个心态是非常要不得的 大官当习惯了横着走习惯了 去哪里都有人帮他开道 帮他安排 还没选上市长特权仿佛就是习惯 若真选上市长更离谱的行进 恐怕一件接一件来 有民众行进台中沙路 镇南路二段和光滑路口 就目击了一名骑士 他一次是看准了 就红灯长达130秒 竟然趁着停等红灯的时候 立起了侧柱 脚跨过龙头 整个人上半身都躺在椅垫上 还不断地笔画把玩他的双手 时间长达一分钟 夸张行进全都被拍了下来 路口带转区 孤独的骑士做起了奇怪的事 他脚跨龙头 躺以垫仰望 双手还不断笔画 是在冲伤啊 我看他一分钟 我去的时候他就躺着 我会觉得很好笑 骑士超怪行进 让民众都看傻眼 红灯一分一秒过去 就是不赶快转成绿灯 数一数这红灯 秒数大约130秒 时间有够长 难怪骑士可以如此随心所欲 有人说是在练气功吗 累了躺一下没有问题吧 还有人说他在侧风向啦 吸收能量 有人更神回复 根本正宗车床足 有够夸张的路口奇观 还有这件 你没看错 曾有女骑士等红灯 利用时间脱外套换装 过程中大露背 一度脱的只剩一件 黑色运动内衣 让后面的大家 看得目不转睛 更怀疑自己的眼睛 还有还有 健身狂人 听红灯闲不下来 扶地挺身 仰卧起坐 外夹踢腿 运动坐起来 红灯秒数一场 各地骑士纷纷毛起来 消磨时间 即兴演出 有的一看就很危险 但真要说他们是时间管理大师 似乎一点也不为过 记者临时姓王世函 台中采访报道 时序进入秋冬 各种病毒齐发 就有医师分享说 有学生到了学校才发现 原本有三十几个同学 怎么都不见了 出席的就剩下七个 还说老师差点以为 自己变成了白雪公主 原来同学竟然都生病了 医师提醒 七大病毒正在流行中 要提醒家长留意 另外如果流鼻涕 大多数的人 醒鼻涕的做法 竟然全都错 甚至还可能会醒到 变成中耳炎 我们带您一块了解 进入秋冬流感季 七大病毒齐发 有学生到学校上课 却发现同学们都不见了 原本三十几个人 出席的人数 只剩下七个 医师开玩笑表示 老师就快变成白雪公主了 最好的方式 还是勤洗手戴口罩 可以打疫苗 尽量打 包括新冠肺炎疫苗 流感疫苗 肺炎炼求菌疫苗 而科医师提醒 最近各种病毒齐发 流感病毒 负流感病毒 呼吸融合病毒等 轮流交替感染 发烧咳嗽 真的都好严重 不过如果出现 流鼻涕的症状 很多人都是习惯 这样醒鼻涕 但是这样的行为 其实是大NG 因为日前有一名 高雄男大生 确诊后不断醒鼻涕 最后发现 幼儿突然听不见 就已诊断后发现 因为醒鼻涕 太过用力 导致中耳炎 在耳膜上打动治疗 才逐渐康复 一次压一边的鼻孔 然后另外一边 气醒出来 那这时候嘴巴稍微开开 没有关系 避免说气 就冲到耳朵 正确醒鼻涕的方式 是压住一边鼻孔 头往前寝 加上嘴巴围开 才能降低耳内压力 如果两边鼻孔都捏住 鼻涕容易挤向耳烟管 进而引发中耳炎 严重的话 恐怕让耳膜破裂 听力受损 民众一定得特别注意 记者杨士学龙家瑜 台北暢报道 全台高达355万人 曾经有过过敏的就医记录 等于每五个人 有一个过敏 有八成的孩子 都是过敏儿 但您知道吗 除了饮食 遗传 还有脏空气等等之外 吃东西吃太快 竟然也可能会导致过敏 原来我们咀嚼的时间 如果太短 食物还没分解 变成小分子 肠道的粘膜 就容易把这些大分子的物质 误认成是过敏源 导致身体慢性发炎 美食当前忍不住 狼通虎咽 大吃大喝吗 东西吃太快 蒸的母汤 除了会影响消化 造成胃食道逆流之外 还可能引发过敏 没有 没有听过 就是感觉 可以吞了就吞了 吃太快会引发过敏 主要的原因 是咀嚼的时间太短 大分子还没分解成小分子 容易被肠道粘膜 无认是外来分子 或是过敏源 造成慢性发炎 引发过敏 G2019年统计 全台共有355万人 有过敏就医的记录 等于每5人就有1人过敏 其中儿童更高达8成是过敏儿 排除掉像是遗传 饮食空气等常见的因素 你的过敏很有可能 是跟吃太快有关 如果我们没有咀嚼好的话 等于你把盖做的事情 全部都丢给胃去做 那这个负担是蛮大的 想避免吃太快 那每1口最少要咬几下呢 大概20下 20 20下吗 妈 医师建议每口至少咬20下 用餐的时间拉长到20分钟以上 喝饮料也要注意 寒以下再吞 吃太快不但无法完整 不少年轻人被骗去柬埔寨 而警方破获了首起活摘器官的人蛇集团 他们用高薪诱骗被害人去工作 还要求要先做全身健康检查 最后竟然是用全差作为暗语 等于是说要把这个人的心脏肝脏肾脏 全部都摘了 真的是害人听闻 国内破获首起活摘器官 才25岁的灵性女子和两名男子 组成黑心境外集团 诱骗黄性被害人说柬埔寨 有月薪6万的工作 还说工作要求要先做健康检查 把人带到医院 从心脏肝脏肾脏甚至检查到肺脏 照了X光甚至还验了眼角膜 确定全身器官都健康后 用100万的价格把它卖到柬埔寨 受害者一下飞机立刻被人手 集团控制 但最后因为买家已经从别人身上摘了器官 受害者才有机会逃回台湾 但可怕的是 人设集团和买家的对话记录中 直接用暗语全拆 代表要把器官全都摘掉 超级惊悚 让一个人只剩空壳活摘所器官实在惊悚 大批国人被骗到柬埔寨 当初只说要小心干 现在确实器官全被摘光 让国人不断被骗或受困 政府到底在做什么 人设集团持续在台湾骗人 一群人继续受困柬埔寨 政府做了什么 白信真大眼睛在看 您听说过传说中阿嬷的冰箱吗 不少网友说回到了老家 经常被阿嬷的冰箱给吓到 因为不管是上层还是下层 塞得满满满 甚至里面还有电池 只要一打开冰箱 好像就会整个崩塌下来 有的冰箱是严重的结霜 让想要帮忙整理的乖孙子 也不得不当场放弃 今天来开箱阿嬷的冰箱 拐孙内放假来帮阿嬷清理冰箱 下一秒整张脸吓坏了 冰箱快满出来 下层放了不知道几天前的 顺菜顺饭甚至还有电池 惊呆了 这里就是电池 看上面 Oh my god 太多了 我没办法清理了 这位阿嬷同样也把孙子吓歪 第一个冰箱全塞满 但阿嬷只要逛菜市场 太会买 用力买 第二个也塞得满满满 这也是我们阿嬷的冰箱 来 这就是我们阿嬷 这一位阿嬷看来冰箱不够多 用力紧 用力塞 但一打开冰冷 而你的肉突然雪崩 整个冷冻裤还严重结霜 阿嬷 那冰箱都是芭蕾 我就问 而这位阿嬷的冰箱一打开 很令累 竟然放的全都是芭蕾 家人傻隐到不行 阿嬷理直气壮 冰芭蕾卡合夹 而这位爸爸的冰箱 也不输上面的阿嬷们 整柜全都是进口冰淇淋 各种口味通通有 小朋友的冰淇淋就是要这样 那我说 从孩子冰淇淋 吃到饱 家家户户都有冰箱 但偏偏阿嬷的 就像多拉英梦的白宝袋 什么都有 什么都不奇怪 两年多的疫情抗战 如今国境解封 桃园机场也推出了新绘本 将防疫过程融入故事中 而且改编成了行动剧 要前进校园巡回演出 让小朋友们知道 防疫人员的心骨 以及落实防疫宣导 喂 好好10分钟 我要收到 舞台上剧场人员迈利演出台下小朋友们看得目不 blinking 更從有趣的表演中 教導小朋友們如何正確戴口罩 若是防疫 現場更有小朋友們最愛的 有獎正達 一 二 三 哎呦 很厲害喔 這個藍色 藍色外套同學 一旁的小孩都笑得何不攏嘴 隔了兩年國境終於解封 桃園機場推出了防疫主題繪本 更改編為行動劇 前進校園巡迴演出 讓小朋友們了解 機場防疫的辛苦 宣導如何與病毒共存 也希望看過繪本的人 都能永遠記得 這段時間守護大家的 每一位防疫英雄 記者劉志甲 我們歡迎桃園采訪報導 我是哈遠儀 不用說故事 寫自己的人生故事 有爭議的拿證據說 被掩蓋的挖出來說 非主流觀點 我有勇氣說 用心說好2300萬人的故事 我是哈遠儀 請鎖定中視YouTube頻道 記得幫我們按讚訂閱分享 開啟小鈴鐺喔